裡面藥單的用藥全部都不是用來治療皮膚的藥物 通常還是用來治療女性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Ophelia 歡迎回到來的頻道 今集會跟大家說一下我在英國最喜歡的一個經歷 一個很慘的故事 都沒辦法了 過去了 希望藉著我這個經歷去告訴大家 來到英國如果你要看中醫的話 一定要小心選一個好的中醫師 因為所有藥都有微毒 如果你是解壞了自己身體之後就很難補償 就像我這樣 我就是人版了 我就是那個傻仔 在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經歷之前 都簡單講講在英國看中醫是怎樣看法的 有兩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在店鋪看 你進到店鋪 他就在門面幫你去看醫生 有些是一間房仔 如果不然都是在店鋪外面看 看完之後 那些藥師就會幫你執藥 你給錢就可以了 第二種模式就是 醫師在家裡辦公 你的做法就是去預約 去看醫生 究竟我說 我是來看中醫中復組 是什麼意思呢 話說幾年前 我自己的皮膚敏感 我經朋友的朋友 介紹我去看一位由中國大陸來的女醫師 那位女醫師就住在倫敦的西北邊 當時我就住在東倫敦 我每次去她家裡看醫生 都要坐一個多兩個小時的車才去到 我這麼遠都去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已經覺得自己很小心 去選擇醫生 我打算是朋友介紹的 應該OK吧 應該不會騙我吧 我就去看她 因為她在家裡辦公 其實事實上 因為她沒有那些牌照 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個有牌的中醫師 那 事法就是我看了幾個月 但是呢 就 完全都沒有好過 唉 因為我覺得 沒理由看幾個月都不好 對不對 那 小小好也有吧 我也知道中醫是比較慢的 但是小小好也應該有過 但是沒有好之餘還差了 我就有點心灰意冷 我就覺得 是不是應該繼續去看呢 那最後呢 我就停了 因為呢 要知道 英國的中藥 其實是 因為她是在中國 或者香港 入口過來的 她不是所有藥 都有入口過來的 而且呢 她的藥 是比較貴一些的 所以我每一次看醫生 都要用一百多二百磅 去看的 是挺貴的 雖然你說那裡是一個 兩個星期的藥 但是 我也覺得是偏貴 而且又不好 所以我就停了 沒有看到了 而且每一次去都要這麼久的時間 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我就 問我的親戚 因為呢 我的親戚是中醫師來的 但為什麼我之前沒有問她呢 就是因為 我不想麻煩家人 而且她在香港也有點不方便 但最後因為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家人就拿了我的藥單 去給她看看 我親戚就跟我說 其實這個醫師 他開的藥單給我 其實這個藥 全部都是 用來醫治一般 婦女的通病 常有的週期 不舒服 她說我這些 皮膚敏感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 吃兩個療程的藥 吃四劑 已經可以康復了 她說如果用藥準確的話 我一個月就已經會見效 就不明白為什麼 那個醫師 一拖再拖 拖了我幾個月 吃完都還不好 而且她裡面的藥單 那些用藥 全部都不是用來 治療皮膚的藥物 通常還是用來 治療女性的 週期不適的 通穴經的藥物 甚至乎她用了 墮胎的藥給我 她跟我說 其實用藥要非常小心 因為藥物是有微毒的 如果你是吃錯了 還要吃一個長期使用的話 其實對你的身體的傷害 是非常之大 錢沒有可以賺過 但是身體傷害了 就沒得挽救了 我聽了她這樣說 其實我真的非常後悔 還有很多心力 不單是錢 心力 非常之後悔 但都改變不了事實 那怎樣去解決呢 我當時就叫我親戚開那張藥單給我 然後我就去倫敦的北京同仁堂的藥材店 我去配藥 去買那些藥材 非常之感恩就是 用那些藥材全部都是有貨 我就可以買到那些藥材回去吃 那很快 其實一個月 我已經吃了兩劑 其實我已經看到有好轉的情況 那都要提醒大家 其實如果你不是在看醫生 你是在香港看完 過來配藥的話 就像我那樣的話 就不是所有藥材都會有貨 或者不是所有藥材 是英國可以讓她進口的 那很多藥材 都是列了為為禁品 例如龜板 那些都是 我覺得香港是比較通用的藥 這裡都不可以進口 那大家都要留意這一點 說回就是因為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之後身體有什麼不舒服 或者想看中醫的時候 我之後都沒有在這裡看過那個中醫師 因為我真的不敢去看 可能真的有陰影 所以我就想把這個經歷分享給大家聽 讓大家知道其實 其實來到英國是要小心選擇 一個好的中醫師 那其實也不是說沒有的 只不過是我這個經歷是 令到我比以前更加小心 那有什麼 解決的方法 其實都不是沒有的 都有幾個的 那第一個方法就是 在香港你去看你相熟的中醫師 然後好像我那樣 就是叫他開藥單給你 那你過來執藥 那就是會方便一點 但是問題就是 未必所有藥物都會有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你也可以叫你香港的中醫師 試試開一個藥粉給你 如果是一些大型的中藥房 都會有做這個服務 那你就可以叫他開藥粉給你 帶來英國用 那這個也不是一個長期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要長期吃中藥的話 所以我說 怎樣可以在這裡選一個比較好的中醫師呢 那行內人就建議在英國看中醫 一定要查他有沒有註冊到 那怎樣去看呢 就是去英國中醫的醫藥會 叫做ATCM 我詳情都會在下面的 描述給大家的 你可以查看那個網站 就是他有沒有註冊到的 另外就是看一下這個叫做B.A.C.C. 就是B.A.C.C. 這個也是看他在針灸方面有沒有註冊 那大家可以參考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去一些比較著名 或者是歷史悠久的一些中醫藥館裡面的醫師 去幫你去看證 那些通常都會是中國大陸來的醫師來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的 但是我想在裡面做了這麼久 這麼歷史悠久的一個醫藥館應該會好一點的 那我推薦的就是我去過那間叫做北京同仁堂 在倫敦唐人街裡面開的一個醫藥館來的 那因為他的名氣會大一點 在北京同仁堂我覺得是 那些藥才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我就多數去那裡去執藥 那另外有一間叫做康泰中醫診所 都是在唐人街裡面的 就是叫做Everwell Chinese Medical Center 那大家都可以去這些 比較歷史悠久的一些中醫藥行裡 執藥和去看中醫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覺得有用 就記得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你一定不會錯過了我的新片 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